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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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好 这杯酒她没看见啊 我们让她退下 来 来 来 你慢慢品 这是哪一款啤酒 啥时候铲的 你告诉大家 从运当头吧 从运当头吧 什么时候铲的 什么时候铲的 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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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 对了 真的是六月 能准确无误地说出啤酒的种类 甚至连生产日期 也能猜得八九不离十 这并不是因为 朱磊有特异功能 而是因为 他是一名国家级的啤酒品酒师 虽然啤酒是人们日常生活中 非常常见的一种饮品 但是在中国 啤酒品酒师这一职业 却是近十年 才逐渐发展和规范起来 目前 中国国家级的啤酒品酒师 也仅有五十八人 而朱磊就是其中之一 如此普及的一种饮品 啤酒的品鉴会有什么标准 啤酒品酒师 对啤酒的认识 与普通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今天我请你尝尝这个啤酒 然后我们来喝一下 走 你看 你这怎么这么多磨 对啊 所以说这就要从头开始说了 我刚才也是注意到一个问题 你在倒酒的时候 是这样倒的 对啊我怕磨太多了 这样倒不是可以多喝一点啤酒吗 对啊 但是这样是非常错误的示范 你看 你看我们这样 你看 我们是要这个距离这个杯口三到五厘米 然后很专心 可是你这样倒好多磨 其实啤酒它本身就是一种 含泡沫的这种饮料 所以说它有泡沫呢是很应该 就是它本身就是应该这样的 但是这个沫它是很细腻的 所以你喝在口里 会不会有感觉像奶油一边 一样的丝滑 再其次呢 这个泡沫 会减少这个酒与空气的接触 哦 你看我们在喝白酒的时候 和红酒的时候 其实实际上它就没有泡沫 没有泡沫 但是恰恰这个泡沫是啤酒的特质 其实特有的 对 朱磊的介绍 让我们对啤酒有了全新的认识 大多数人在喝啤酒时 不想有的泡沫 其实正是啤酒的特色所在 它不仅含有大量可能性蛋白质 而且营养丰富 有助于淡化啤酒花的苦味 和酒精的刺激性 避免啤酒 与空气接触产生软化 影响饮用时的口感 除此之外 啤酒的饮用温度也很有解救 很多人夏天喜欢喝冰镇啤酒 但事实上 饮用8到15度的啤酒 才能够更好地感受啤酒中的各种香味 啤酒品酒师 鉴别啤酒时 讲究一看二文三尝 好啤酒看起来泡沫丰富 洁白细腻 酒色清亮宛如虎阔 闻起来有浓浓的麦香 且有略带苦味的啤酒花香 品尝啤酒时 要让酒液在口腔内停油和转动一下 再咽下去 感受二氧化碳的刺激 和酒液的柔和与醇厚 然而仅有这些专业知识还不够 一名优秀的品酒师 还必须具备灵敏的嗅觉和味觉 我们知道品酒师的味蕾是非常敏感的 我现在就在这四个凉杯里面 分别加上咸的盐 还有白糖 然后还有苦味 再加这个是白醋酸味 我会在这四个凉杯里面 都分别放的非常的少量 一会儿我们就来烤烤猪蕾 看看它能不能够辨别出这细微的变化 为了测试珠蕾嗅觉和味觉的灵敏度 我们在四个凉杯中分别加入 非常少量的化学物质 随机找到几位市民 让他们先来品尝一下 看能否分辨出这几杯 看似相同的水有什么不同之处 觉得就是普通水啊 那您觉得呢 这第一杯感觉是有一点点的其他的 在舌头上其他的味道 但是后面呢都没有 都是普通的水 您是觉得这第一杯好像是有一点点味道 但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味道是吧 是的 那您呢 我觉得都一样的 您尝的结果怎么样 我尝这第一杯吧 微微发点甜味 但是接下来这三个吧 都是一个味道 没有什么特别的 也许是因为浓度太低 也许是因为浓度太低 我们随机请来的几位市民 都没能分辨出他们的不同 那么这些普通人尝起来没有味道的水 朱磊能够准确地进行分辨吗 那朱磊 你尝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呀 感觉这杯呢是咸 然后这杯呢是甜 咸 甜 甜 这杯是苦味 然后这杯是酸味 咸 甜 苦 酸 对 那咱们看一下正确不正确 好 第一杯是一号 一号是 没错 我们再来看二号 二号两杯是 甜的 又对了 第三杯 刚才您说的是什么来着 苦 是苦 第三杯 好 来 第四杯 最后一杯是 酸的 没错 完全正确 但能不能现场呢 来教教我们这位张先生 怎么来品 就简单地教一点就可以 就是我们那个 含一口水在嘴里的时候呢 我们是用那个舌尖来感受甜味 就是您最先感知到甜味的呢 就是您的舌尖 然后呢 到那个快咽下去的时候 在舌根的部位 会感觉到苦味就是它最敏感 而咸味和酸味呢 就是在舌的两侧 前和后 对 就是需要我们来感知一下 怎么我这个水进到嘴里都是甜的味道 您这个现在是几号 现在这个是三号 要不三号我们这儿应该是苦的 要不您现在知道答案是苦的 再喝上一口看看能不能感觉到 还是甜的 我感觉到 好 就是佩服 厉害厉害 像这样分辨极低浓度液体的味道 可以说是每个品酒师的基本功 一名合格的啤酒品酒师 每年至少要品尝三千多种酒 脑子中要储存一万种以上的味道 舌头能够分辨出数百种物质浓度的变化 普通人尝不出的细微差别 他们只要轻轻一抿就能够分辨 那么品酒师这种过人的绝技 究竟是如何练成的呢 2002年年仅18岁的朱磊来到青岛啤酒公司工作 刚来的时候 他只是生产线上一名普通的包装工艺员 与现在啤酒品酒师的职业没什么关系 生产车间内的机器噪声很大 而且温度也比室外高 在这样的环境中 朱磊一干就是三年多 那你又是怎么从包装部走上 这个品酒师这个行业当中的呢 这个我感觉也是机缘巧合吧 因为我们像今天我们说过的每一位工艺员 他都是要经过这个品评培训的 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那我也是经过了几次品评培训之后呢 感觉就是考试的成绩都比较好 然后我自己也特别喜欢这份工作 那我就会自己除了工厂做培训之外呢 我自己也是会做做培训给自己做训练 然后呢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技能给提高一下 把敏感度呢给提高一下 青岛女孩朱磊对啤酒有着一种特殊的好奇和好感 200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 朱磊参加了青岛啤酒公司内部举办的啤酒品评培训 培训过后 朱磊发现自己对各种味道天生敏感 但是光有天赋还不够 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啤酒品酒师 还需要进行大量的技能训练 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啤酒生产过程中 可能产生的各种味道进行强化记忆 你拿到一种 来 你闻一下这个是什么味儿呀 这个还挺香的 是吗 我觉得那个很甜这个味道 挺好闻的 看一下啊 嗯 你感没感觉它有一点像水果 像某一种水果 有一点那个就是青柠檬的味道 对 这个药品呢就是那个柠檬泉 然后呢它会 你闻的话是感觉有柠檬 如果你喝的话呢 会感觉它有点闷闷的 嗯 口感也不一样 对 口感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味道不一样 喝下去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对 我们再 你随便选一个 这个 这个 要是这么闻 我觉得还是挺香吧 这个 嗯 闻一下 你感觉是香味儿吗 嗯 这个你再闻一下 你有没有感觉 它有一点那个 就是有 有没有那种 是 臭 臭 脚鸭 对 是有一点臭脚鸭子的味道 还有那臭墨水啊 就是这种味道 清甜 清甜芳香的味道还好说 可是品尝分辨 霉味儿 糊味儿 焦皮味儿 甚至搜饭味儿和臭味儿也是必修客 因为在啤酒的生产过程中 不只会产生好的味道 还有可能因为温度发酵时间等因素 产生一些臭味嗖味儿等影响最终的口感 因此就需要把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各类物质分离出来 再加到相同的啤酒中用鼻子一遍一遍的闻 用舌头一遍一遍的长 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强化对这些味道的记忆 另一方面是为了训练灵敏度 那么品酒师味觉和嗅觉的灵敏度又是如何训练的呢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会配很多种蜂窝物质 然后去认识它 那这个时候我就感觉是特别有心意 因为这么多蜂窝物质我就像寻宝一样 每拿起种然后又闻又品又喝又长的 然后又猜对了我就感觉很高兴 然后慢慢这样品着品着就发现 其实这些风味物质跟生活中我所见到的一些像水果呀花香呀等等 都是能联系起来的 那最多的时候尝过多少种 像我参加国家大赛的时候呢 我们一天是要尝六十多个样品就是我们会尝十几轮吧每一轮都有五到六个样品 品了五天就是考试呀加培训 喝五天你不醉吗 所以说品酒师是要有一定的酒量 在训练初期除了联想记忆的方式 更多的时候猪蕾要通过一遍一遍的品尝 对这些化学物质的味道进行强化记忆 一天的训练下来鼻子是肿的舌头是麻的 训练完回家就算家人准备了一桌好菜 她也没有任何胃口 正是通过这样的魔鬼训练 现在猪蕾能把啤酒中涉及的数百种风味像条件反射一样刻在脑子里 甚至对有些啤酒风味的细微感知比仪器还要精准 目前中国啤酒品酒师主要是从啤酒厂的工作人员中进行选拔 在青岛啤酒厂每一位工艺员都要参加啤酒品评的培训 然后再通过省级和国家级的考试来选拔专业的啤酒品酒师 这是对厂里所有人的要求吗 都需要有这方面的培训吗 主要是工艺人员的 就是说所有的在质量口的工艺人员都要进行这方面的培训 也包括生产线操作过程中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岗位 就是操作人员也需要进行一些培训 比如说糖化和脂脉 他会对我们的脂脉用水还有酿造用水也会进行一些这方面的培训 那做你们这个工作的是男孩子多还是女孩子多呀 女孩子多 为什么 可能这个跟天赋有关吗 是吗老师 就是品酒师来说的话可能女孩子多一些 男生可能会有一些喝酒多吸烟多的一些习惯 但是女生呢她本身有可能会吃的比较清淡 但是对女孩子的要求的话可能就是化妆品呀香水呀等等就是要注意这些是不能用的 在很多人看来 品酒师要有好的嗅觉和味觉 因此她更像是一个需要感性的职业 事实上刚好相反 品酒品酒师是一个比较理性的职业 国家级品酒品酒师的资格考试十分严格 不仅要求被试者能够分辨出品酒中所添加的化学物质的种类 以及同一组啤酒中所添加的化学物质的浓度变化 甚至还要分辨出一杯啤酒中究竟加入了多少种化学物质 这就要求品酒师依照标准通过味觉和嗅觉来理性地辨别各种味道 不能掺入任何主观认识 品酒师这个看起来非常神秘的职业 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浪漫和潇洒 相反却是非常的枯燥和乏味的 开瓶喝酒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一种放松一种享受一种惬意 可是对于像朱磊这样的品酒师来说 这却是他们每天都要进行的工作 他们除了每天要刻苦练习之外 其实在生活上对他们也是有非常多的限制的 对于品酒师灵敏的嗅觉和味觉是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任何刺激性的气味感冒或者轻微的身体不适 都有可能影响味觉和嗅觉的灵敏度 而对朱磊来说 身为一名女性啤酒品酒师 爱美甚至都成了一种奢侈 你看像我现在用的这个是我的梳妆台 这么简单呀 这太简单了 就只有这几样化妆品 对啊 这些都没味的吗 对啊 你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我用的一个水 一点味道都没有 对 然后再一个就是不能擦香水 擦香水 香水也不能用 对啊 香水你如果一直身上都带香味 你这个嗅觉也是会 就是会适应这个香味 那是不是一些比如带香味的洗发香波呀 还有那个沐浴露啊 这些也都不行 沐浴露是不用的 洗发水尽量用味道小的 其实香的是这样 臭的更是 像我们就是有垃圾车呀 清理垃圾 隔很远 我就会说哇好臭呀 那很多像水果 一些有像榴莲这样的水果 你会吃吗 嗯 吃的很少 尤其在品酒前后呀什么 是不吃的 那你在品酒的时候 不是也有味道吗 品酒的时候是正常情况下 是没有味道的 但是你是要从这个酒当中 去寻找它有哪一些味道 所以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最初接触品酒师这个职业的时候 朱磊只有21岁 正是女孩子爱美爱玩的年纪 但是为了成为一名优秀的品酒师 朱磊不仅要素面朝天 而且为了保持味觉的灵敏度 就连饮食也要严格控制 日常饮食中鲜辣油腻 和一些有刺激性的食物 都成了禁忌 为此朱磊戒掉了喜欢吃的川菜 日常饮食也尽量以清淡为主 朱磊的家人能够接受这种生活方式吗 那咱们家里人是不是跟着朱磊 慢慢的这个口味也有变化了 比如不能吃太咸的 还不能吃太辣的 一开始吧很不习惯 因为北方人吃菜口味比较重嘛 但是这不就一锅菜两锅厨 那么清淡的少放一点点盐的 先出锅单独给它盛一盘 然后我们吧再加上点辣 或者说酱油啊什么的 但是说后来吧慢慢习惯成自然了 就是说家里面吃饭嘛 口味比较统一了 基本上口味是越来越淡 家里的饭一般都是谁做呀 这个他这个时间吧 可能就是说跟这个工作性质有关系啊 一般可能是随时有的时候 有一些紧急的送样 所以说回家时间不固定 那我们为了说是这个支持他工作吧 一般就是我来买菜做饭 再就是说家里面你一旦炒菜的话 这油烟啊 对他这个味觉嗅觉都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说是尽可能的 那只要说我在家时间和事是我来做的 那您还是非常支持他的工作的 必须要支持 必须要支持 为了保证工作的最佳状态 朱蕾不仅放弃了爱美的权利 还要拒绝美食的诱惑 虽然起初会觉得有些遗憾 但是后来渐渐习惯了这种简单朴素的生活 就连家人的生活习惯也逐渐改变 很多人看来清心寡欲 甚至有些枯燥的生活 朱蕾却乐在其中 在他看来能够通过自己的经验和专业知识 感知啤酒中不同味道的变换 是一件奇妙而幸福的事 我手里拿的是啤酒制作过程当中 所需要的一些主要的原料 瓶子里装的是大麦 这个是啤酒花 其实啤酒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发酵的时间不同 配比不同 工艺不同 制作出来的口味也会有所不同 啤酒品酒师 除了要对啤酒的口味进行控制外 还要对啤酒的品质进行监督和检查 在品尝过程当中 如果发现了问题 就要进行及时的调整 那么啤酒品酒师 除了要做这些工作之外 他们还要做什么工作吗 啤酒是大麦 啤酒花 酵母等天然物质 通过发酵制成的一种饮品 生产过程很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 因此 啤酒师品尝啤酒的目的 主要是对生产过程中 任何可能对啤酒品质 产生影响的环节 进行把控 这个胶垫放这里是干嘛的呀 这个因为每一个胶垫呢 你看它都会有一个空间是跟啤酒可能会接触 所以说我们要保证这个瓶垫是没有任何异味的 所以我们要对这个胶垫做品瓶 那我们这个品瓶呢就是把这个胶垫完全浸泡到我们的酒当中 这个泡了胶垫的酒还要喝吗 你还要尝吗 对呀 我们要来尝它有没有异味 那我们要求呢它是没有任何异味的 然后我们再取一只刚才我们撕胶垫 你看就是用的这种盖子 那我们现在要拿一只新的 然后我们再对这个酒进行一个压盖 还是要同一匹次的是吧 对进行一个压盖 好了那这样呢这瓶酒就完成了 除了泡了胶垫的啤酒 清洗大麦的水 发酵中产生的气体以及半成品 甚至是清洗生产线管道的水 品酒师都要一一品评 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最后生产出的啤酒品质一致 没有异味 随着科技的发展 各类检测仪器越来越先进 啤酒中很多指标和成分 都可以通过仪器进行检测 为什么啤酒品质的把关 一定要有品酒师的参与呢 你看这是我们今天上午 放进去的有胶垫的 然后这里面都 看到了胶垫 对都在里面呢 尝一下这个 闻一下 有什么感觉 我们正常的要求是没有一杂味的 但是如果说在品瓶当中呢 也会发现有一杂味的这种情况 如果发现了这种情况的话呢 我们就会要求 就是这批瓶盖可能会退货 我之前呢就是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就是我们在品瓶的时候 对照品瓶的情况下呢 发现这个加了衬垫的这个就是有油味 而且是 那怎么回事啊 对就是有一种大豆油的味道 就会感觉很奇怪 嗯 然后呢我们就是跟贡方反映了这个问题 那公司当时就是派去贡方 嗯 就是每一道工序都要进行一个排查 那也发现它是有一道工序 是有用大豆油来做润滑 哦 所以说呢会碰到这个衬垫上 虽然实验室中的各类仪器 能够很好地检测出啤酒的各类理化指标 但是类似大豆油的味道 以及其他一些细微的异味 仪器却难以进行分辨 品酒师的工作就是要从这些酿造水 成品啤酒以及各种成品半成品中 找出细微的变化 只要出现轻微的变化 就要立即做出反应 查找出这种变化的源头 及时控制 从而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 而啤酒作为一种大众饮品 合格的理化指标并不代表良好的口感 这就需要品酒师通过品尝 能进行把握 而这一点任何精密仪器都无法代替 啤酒属于外来酒种 20世纪初传入中国 并且在中国快速地发展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将近100个国家 能够喝到来自中国的啤酒 随着人们对啤酒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啤酒品酒师这个职业应运而生 而且越来越专业化标准化 这不仅仅体现了人们对啤酒品质 严格要求的一种态度 也更是人们对生活品质的更高追求 好的感谢收看走遍中国 也欢迎您通过我们栏目官方的微信 微博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给我们提供宝贵的节目线索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